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循环之内 他到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等 到了一个高峰之后 他自己就会下到一个低谷 然后当到了一个低谷之后 他就会又走向一个高峰 他是在这个封闭的循环之内 这个封闭是打不开的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人民现在又到了这样的一个 实际上我觉得习近平时期 这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特别是经济到达了一个顶峰 那么到了这个顶峰之后 就自然又要走到这个低谷了 所以说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低谷他又会向文革之后 就是经济将要破产 政治将要破产的时候 然后又会集中精力 集中力量又会达到一个上升期 所以说我认为这好像在中国来说 这就是一个规律 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 我就说这些 您这是给佩瑞老师有问题提吗 佩瑞老师提到的 刚才提到的这个先秦的思想 和古希腊的一些个 就是他们的真理 就是正与物 和中国的可与不可 我觉得提得非常的好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也谢谢 谢谢这个佩瑞老师 佩瑞老师有回应吗 不敢当 您请说 在美国在西洋研究中国古典哲学里头 闹了一个小风波 有两个一个英国人 一个美国人提出了这个 中国古典哲学里头 有没有真理的概念 他的意思是说 真理概念是被可不可以 或者应不应该去代替了 但是有些中国哲学家 我觉得误解了他们的意思 觉得您说中国人没有真假的概念吗 那当然这也不是 后来这中国很 《红楼梦》里头 假作真实真意假 也很清楚那种 希腊式的那种真与假的概念 但是那个可不可以这样做 应不应该这样做 这些这个概念还是生存到现在 我记得我那一年第一次到中国去住的时候 在中山大学 有几个大学生 中国大学生 申请美国的研究所 他把那表格带给我 看看他都是英文表格 他不熟悉 他让我帮他 你填好 我说可以 我帮你填好 然后他问姓名地址电话这些问题 一直到念了哪些课等等 推荐人是谁的这些问题 那些研究生 申请研究所的学生 把表格给我 干脆 林老师 你帮我们填好 你懂怎么填 我们不懂 我当然塞你 我也想帮他们填 但是内容我不知道 他们的地址是什么电话 多少 念了哪些课 我不知道 他们想让我把对的答案写上去 应该 它是那种performance的概念 怎么做 怎么对付这些表格 怎么填 是一种技术 你去帮我们玩这个游戏 我的概念是 不 我得根据你这事实是真是假等等 这也是个例子 那要说这些大学生是想说谎吗 不 我觉得这不是lying的问题 这是对填表的不同概念 一个是一种performance 一个是一种信息的这个残酷 这是很表面的一个 或者再举个例子 我那一年做了一个调查表 让中山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填表 问了很多关于他们的读书习惯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 你最好 最好的中国传统小说是什么 他们很多填了《红楼梦》 《红楼梦》比《水户传》比《三国志演义》都多 《红楼梦》是最好的传统小说 那么问了一些别的问题 问到最后是 你最近一个月一年之内 你读了那些小说 你一辈子读了那些小说 发现没有很多读过《红楼梦》 但是他第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的中国传统小说是什么 《红楼梦》 虽然他没有读过 这个也是 我觉得他是诚意的 他不是说谎的 他理解的问题是 我的表现应该是什么 对的答案是什么 我去把对的答案 诚心的写出来是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这些 我觉得做对的行为 这种概念在中国文化里头是很深刻的 我不觉得共产党的这些窗户能够摧毁这些做好人 应该怎么做事情的概念 好 这个问题还是很有深度 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们今天后面还有大概八九分钟的时间 本来想把这个时间让给那个 就Clubhouse里面看有哪些朋友提 但是我怕一开了头以后 时间就不能控制了 所以我们把Clubhouse的问题将来到后面 在Clubhouse也来一起讨论 好我先说这个 关于这个问题 我 就佩瑞老师的这个 就是回答给我很大启发 实际上这边涉及到的是东西文化思维的不一样 这个我个人的理解是 就是说我们讲欧美社会 它从欧洲文化的传统 它古希腊文明开始 它对于这个文化的一种研究 就是它对于人社会和世界大自然的探讨 它探讨的是真与假的问题 换句话讲就是我们讲求真 而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呢 它可能极注意探讨的是求善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人和天之间的关系 怎么做是善 怎么做是恶 它在这个问题上 它其实成为一个 它的文化思维的一个传统 因此我们讲中国文化 它注重于伦理 而这个欧美文化注重于科学 但不等于说它就欧美文化 没有就是伦理这个一说 我觉得不是 它这个伦理是从人的本性 尊重人的本性 尊重这些 然后开始一点点去探讨这问题 中国文化就不是 那么由此呢 我就觉得因此 从这个思维方式的这种不同 你可以看到文化的传承 以后来的发展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特点的 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说它讲究的是悟性 文史则不分加 思书化为一体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表现的 一种它的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 因为在中国文化当中 它求善 求这个 这个是善恶分得很轻 但是它对于这个 我们讲一个事情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什么 它那种概念是模糊性的概念 因此我们说一直到现在为止 中国人他的这种逻辑思维的能力 相对来讲比欧美国家的人的这种逻辑思维 是要弱很多 因此我们经常是把 因为过去我们理科只不把它看成科学 把它看成是工匠 是不是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而欧洲的文化 欧美文化 它从一开始就探讨的是真与假 真与假 你就一定要面对这个事实 要去分析它为什么会这样变化 为什么不是那样变化 什么条件下它能够做什么变化 因此它非常讲究 就是去寻求这里边的内在的一个因果规律 和它的逻辑关系 所以我觉得后来到了欧洲文化 形成了一种就是我们讲理性思考 理性的这个逻辑分析 讲究事实 一切在事实基础上形成准确的概念 去把握这种社会现象 然后叫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然后来进行某种分析 以达到人对世界对社会对自身的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这个文化传统的思维我觉得是绝对不一样的 那么因此呢 中国的这个文化它是一种就物性文化 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2000年的或者讲两三千年的专制吧 按照毛泽东话来讲说 人问他说你是怎么做 他说就是秦始皇加马斯 秦始皇加马斯 而秦始皇的文化传统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焚书坑儒定于一争的思维 因此这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这样政治传统 对于人类的那种 就是对于中国东方人的这种文化的这个思想独立 和探求精神的压制 这个大家是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中国文化经常要问是对还是不对 标准答案是什么 我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符合老师 符合教科书的回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量的孩子们 他们把他们的精力放在背书 背结论在这些问题上 而欧洲和美国的那种教育它是不一样 它大量的精力放在训练孩子们 你们如何学会自己去寻求答案 自己去寻找知识 自己去开拓你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和文化传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么尤其这种状况下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强求 就是我们讲意识形态的大一统 这个党内的思想的那个就是一致 要求这个人们就是说不得妄议 居然在中国社会大家默默的也就接受了 为什么这和传统的专制文化的影响 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粗浅的一个感受 这时候我谈 另外一点就是刚才这位安迪吴先生 您所谈的那个问题呢 我还有点不同的看法 我就把这个时间给占了 然后我说完了 我们这个就要结束 就交给Clubhouse了 那么我觉得您刚才讲的 中国的一种现象 历史现象的循环 这个循环有没有呢 是有的 就是我们讲王朝圣极耳塞 衰败以后重新乱世再治 我们讲就是中国历史讲说 分久必和合久必分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大治以后没多久 成平世界以后不多久 接着又进入一个大乱 但它那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一个循环 因为你农业文明时代 它确实是有一个隔绝的 但是不要忘记了 就是现在的世界 已经进入了工业文明 全球化的时代 所以它中国内部的各种变化 它一定是离不开世界 对它的影响 它自己也会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因此呢农业社会的这种 顺机而筛 兴筛周期的这种 这种周期率的这种 来看待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变化 我觉得似乎 视角还是不够开 我们一定要看到 全球化时代当中 人类文明在高科技和工业革命 以及高科技 尤其是信息 信息技术的这个 发展的条件下的 信息交流 人的这种交流 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大大加快进入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这种变化 不能用原来的周期来改革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是不是到了习的时期 是中国经济达到高峰的时期 我认为不是 并不是在习的领导下 中国经济繁荣 而是前面这个改革开放 以后的这个几十年 中国人的勤劳发展 以及世界对中国的努力帮助 允许你加入WTO 哪怕你国内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 但是我给你这个空间 给你时间 国际的社会给了中国十五年时间 让你去完成这个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 使你逐渐的走向一个市场经济的完全 逐渐的就公平竞争的开放的环境 这是帮助中国人民 从传统农业文明这个形态当中 摆脱出来走向现代工业文明来自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潮流 这个是前面就是外部世界的帮助和中国人 几十年的这种勤劳奋斗所形成的结果 但恰恰我们看到的是 我个人认为在胡温交班子的时候 他交给他了很大一笔的这个国际货币的就是美金的存款 交给他了一个相当的一个就是繁荣发达的一个经济 当然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中 他隐藏了很多新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恰恰说习上来了以后 采取开倒车的方式 是经济没有往前发展 而是不断的在伤害经济 乃至于走到今天 经济在衰退 政治在反动 那个内部的危机重重 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一个 我们对于中国问题的了解和判断 可能还要更深入的进行考察 现在是12点59分 我占了话筒 不好意思 跟彭瑞老师说句话吗 可以请彭瑞老师说一下 然后我们就 直接到了 我就由衷地感谢 Andy Wu的问题 蔡霞老师的评论 Ella的组织活动的功劳 直接到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彭瑞老师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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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